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智能售货机 基本上全都支持在线支付功能 有些甚至还支持生物识别支付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刷脸 你用这种智能售货机买东西 甚至连手机都不用掏 直接选择刷脸功能 完了 它就会把你选择的商品给自动吐出来了 说实话 我个人对于这项技术还是有点排斥 不是说它不好 不方便 问题恰恰就在于它太方便了 方便到我都不敢经常去用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犯了啥错误 冤枉钱说花出去就花出去 更别说还有个人信息泄露之类的潜在隐患 所以刷脸购物功能我用的不多 一般用的还是直接扫码 但是我不敢冒是一回事 对于这项先进技术的出现和推广 我个人整体上还是持欢迎态度 因为这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步入智能化社会是有好处的 相对于美西方发达国家 别的我不敢说 但至少在智能支付这块吧 我说一句遥遥领先 不为过吧 不过线下刷脸购物这种消费方式新奇则新奇已 但这也并非只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属 这两天我上网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新闻 原始信源是美联社 说是美国阿拉巴马州当地的一家小商超 最近新添了一台高度智能化的新型自动售货机 顾客可以通过身份扫描仪和面部识别软件来用它购物 报道提到这台新型自动售货机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顾客和商家的交易效率 而且还有助于降低现如今美国各地运发猖獗的枪支暴力犯罪 看到这儿我估计你们要犯嘀咕了 不就是台可以刷脸的自动售货机吗 怎么添置这台东西还和降低美国的枪支暴力犯罪率扯上关系了呢 因为美联社报道中提到的这台不是一般的智能自动售货机 最起码和我们中国人固有印象的那种智能自动售货机不同 它是卖子弹的智能自动售货机 那为什么一台卖子弹的自动售货机可以降低美国的枪支暴力犯罪率呢 这个逻辑难道搞混了吗 还真不是 用这台售货机的制造厂商负责人 美国弹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格莱特·马格斯的话来说 智能弹药售货机的身份扫描和面部识别功能是实时联网 可以快速甄别顾客的年龄和犯罪记录等背景信息 一旦判定条件不符 那么售货机就会拒绝向其出售武器弹药 我司当然是第二宪法修正案的忠实拥护者 所以我们才更加注重维护那些负责任的持枪人的应有权利 在美国人人都有持枪的权利 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确保大家能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 尽可能便捷的购买到枪支弹药 报道提到相比传统的线下零售和在线网购 使用智能弹药售货机具备以下两大优势 一不用担心被持枪顾客人员购 二免除了网上无良商家付加审查 就随意向一名用户出售弹药的后顾之优 报道指出 美国线上枪支弹药的销售监管其实相当宽松 很多商家根本就懒得过问你的身份信息和购物意图 你付款他交货这一锤子买卖做完就拉倒了 问那么清楚反而不利于生意 如果你走运碰上一个除了钱什么都懒得认得卖家 那么恭喜你 从理论上讲你就算是个未成年人 也一样可以轻轻松松的从网上购买到各种型号的枪支弹药 而现在有了智能弹药售货机 所有这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美国弹药公司高级副总裁尼克·苏普利纳表示 有了面部识别和年龄验证等智能追踪手段 我们的商家既能卖的放心 顾客们也能买的树心 枪支弹药毕竟不是给你闹着玩的 这些保险手段对于那些出售枪支弹药的商店来说 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这毕竟不是你给孩子买牛奶的小超市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枪支和弹药的国度 枪支犯罪是导致美国儿童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们身为负责任的弹药销售商 当然要为孩子们的人生安全多多作小 说来搞笑的是 尽管美国弹药公司的高管是这么说的 但其实他们的智能弹药售货机并不致卖枪支弹药 除此之外还出售鸡蛋和牛奶 所以从理论上讲 你要是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在用它刷脸买子弹的同时 顺手把第二天给孩子做早饭的菜也给买了 事实上美联社这篇报道的标题也是这么你的 牛奶鸡蛋还有子弹 美国一些小商超里 现在出现了一种自动弹药售货机 你们可以用它同时买到这三种东西 非常具有美式幽默气息的语言表达手法 美国人要是认真起来 那股子阴阳怪气的镜头 也不见得就比我们中国人的差 二 羊汤纸废 暴心救火 舍本竹墨 刷脸买枪 在我看来啊 美联社这篇报道的米式幽默浓度就已经够高了 但是啊 这还不是最高的 在美国著名的大型综合网络社区 红底网上 围绕着相关话题 比美联社这篇报道更幽默的神评论 可谓比比皆是 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篇新闻让我想起了一个很多年前看过的段子 一个好人正和坏人们火拼着呢 结果打着打着 没子弹了 于是他急急忙忙的找到了一台 自动弹药售货机 想要花钱补充点弹药 结果好死不死 他兜里的美钞太破了 机器根本识别不了 他一直往机器里头塞钱 机器就不停的给他吐出来 你这段子我好像也听过 那台售货机在退钱的时候 是不是还不停的和他重复一句话 您支付的钞票上沾染的血迹面积 已经超过了我们规定的最大限度 请换一张再试一次 最后那家伙因为买不到子弹 被坏人打成了筛子 坏人的子弹在击中他之后破去而出 连弹头带血直接打到了售货机上 这时售货机又说了一句 攻击我司产品是违法行为 警方已经接到报警通知 正在过来的路上预计一小时之后 到达现场最后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 美国制造的弹药才是最好的弹药 请不要购买那些中国的便宜山寨货 这篇新闻让我想起了2K出品的 一款电子游戏无主之地 这个游戏的世界观设定里头 就有自动弹药售货机 不光自动弹药售货机 还有自动枪支售货机和自动护盾售货机 你只要往机器里头投钱 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各种武器弹药 我知道这个游戏是不是你每次购物完之后 它的自动售货机还会和你开各种地域效果来着 比如记住了 要是你做不到一枪一个 那你就别出去和人家说 你用的是我们雅各布牌的枪 比如本商品售后盖部退款 默认用户五星好评 比如子弹笨蛋 你买枪不买子弹和买根烧火棍有什么区别 比如别让我知道你在别家买枪买子弹 否则我就弄死你 比如别死了 我还要和你做生意呢 我实在想不通这台机器的用户定位到底是什么 什么人会莫名其妙的在半道上跑来 一台自动售货机这儿补充弹药 你这样想你是个打猎爱好者 每天早上不出去打点什么 就浑身不自在 但是你有时候起的太早了 枪电还没开门 你买不到子弹 那怎么办呢 自动弹药售货机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但平行而论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也不多 要是你遭遇了这种问题 那就只能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烈人 不开玩笑 我买子弹都是去超市商场直接买的 谁用你的破自动售货机 楼上呢 虽然沃尔玛超市里确实是有子弹卖 但我觉得自动弹药售货机也没满味 这俩不冲突 只是我觉得这玩意儿 看着实在不像是卖枪的就是了 哎得 以后孩子们在上学之前 要想买点啥带进学校 那可就方便多了 只有小商超有吗 这么好的弹药售货机 你们不往学校里也摆几台 我都能脑补出来 都是什么人会用这台机器购物了 亲爱的 你在回家的路上 能顺便买一打鸡蛋 一加轮牛奶 几块黄油 还有一盒子点223口径的护枪子弹吗 你们美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我去过美国很多次了 这个国家给我的一大感觉就是 买枪的上店到处都是 简直就和烟酒专卖店一样 司空见惯 比起小商超 我其实更乐见 他们把这台弹药售货机 摆放在高速公路的加油站附近 这才是典型的宾夕法尼亚风格 我就好奇一个事 他们说这玩意儿很安全 不怕你零元购 那万一买子弹的那人就是拎着枪来的呢 他买完子弹之后就上堂抢劫呢 这不还是零元购吗 步骤一身份核验 步骤二面部识别 步骤三请选择您想要的管制枪支类型 看完了这些美国网民的吐槽 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起了我们历史上 若干成语典故 羊汤止废 暴心救火 为冤趋于挖肉捕疮 舍本竹墨 七天网人 若干年以后 要是后来人得知如今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事情 没准他们也会根据美联社的这桩新闻 编出一个新的成语典故来 刷脸买枪 在美联社的报道中 他们提到了这样一组数字 美联社 今日美国还有东北大学等机构的多方数据库显示 从2024年初至今 美国各地已经先后发生了15起涉及枪支的大规模杀戮案件 而在2023年全年这个数字笼共也就39起 换句话来说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今年美国大规模枪支犯罪事件的发生频率 应该不会比去年的低 甚至可能还会更高 以当地时间7月4日的美国枪支暴力犯罪统计为例 这一天就有至少33人被枪打死 而这都还只是有统计的数据 而且这一天还是美国的独立日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美国的枪支暴力犯罪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 其根子就出在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个所谓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第二宪法修正案上 但是出于种种原因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就是解决不了 第二宪法修正案 仿佛已经成了美国这个国家的某种制度性的底层代码 改不动 更删不得 生怕删了就会引发美国国家机器的程序崩溃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智能弹药自动售货机 这种怪东西的问世 好消息 美国人民也拥有了可以媲美中国的智能自动售货机 无需带钱包掏手机 只要刷脸就能购物 坏消息 这玩意儿是麦子弹的 我想起了有位粉丝在之前评论区里留下的一句留言 好像是某期聊影席月的节目来着 流浪狗看似有人关心和投卫 但终究是流浪狗 投卫再多的人也不会把他领回家 我觉得把这话稍微改改 用来作为今天这些内容的结尾也挺合适的 美国的智能弹药售货机 看似是为了降低枪支犯罪率而发明出来的 但他出售的终究是枪支弹药 无论人们从他这儿买走多少子弹 他们最后一样是用来打人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